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就我看过那么一句话就是讲你为什么不幸福呢 因为你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 那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树立的标杆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要嫁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一个男孩子他要事业要有多成功 他要有多么有钱 他的这个标准呢如果都是李嘉诚李泽凯的标准 那他的生活就非常容易觉得空虚 做什么离那个这才哪到哪啊 那么就太难满足了 会不会是这么一个原因引起现在说是很多青少年的那种空虚感 我不想说假如青少年有这么大的追求的意愿 我倒是蛮高兴的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青少年不是没有就没有这个意愿嘛 他们觉得活着就好快乐快乐就好 甚至那种快乐被简单成为快感 活着有快感就好 那快感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叫上网嘛 这个很久以前我们在三人行也谈过 我跟很多青少年谈很有意思的 我跟他们当然用我脑一套来说 你努力读书嘛 上来又做事情有奖金有出息 对他们来说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他说不会啊我很充实啊 我每天上网网上打游戏 一边打游戏一边也有几百个朋友来跟我交往 反而我一下网之后 我觉得生活非常的空虚 他是在网上有那种满足 他根本不会稀罕说 不太稀罕说什么现实 又有什么样的大的价值观 又有什么标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生活上面 种种的一点一点的快感 他就好了 包括吃吃饭 现在年轻人非常懂得吃了 美食主义是非常厉害的 你问年轻人什么日本菜好吃 怎么一个好吃法完全撩如指掌 还有甚至有比较不堪的 会追求很简单的快感 这是我们说烂药 吃什么摇头碗啊 很多这种 我本来以为这不是个问题 但是你看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就会给我感觉 他说现在香港的这个孩子 如果我的孩子十几岁的话 那么如果他跑到洗手间 就家常就要担心 他是不是在里边 那么锁开香港叫 就是搞这些东西 而我最近也确实发现 至少在香港吧 出现了一些社会上面的事件 一个就是说 这个四个女中学生啊 这个索K就吸那个K粉的 叫绿安童 K了之后拿刀就去抢劫 抢劫一个低势司机 然后后来呢 又说香港有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大多都是那种 借了读的 青少年 给他们这个什么再生的机会 组成这么一学校 然后政府呢 要把这个学校搬到一个 叫煤窝的地方 离岛 离岛 叫煤窝的地方 结果煤窝居民呢 就反对 就骂 就说他们这些孩子 跑我们这来 把我们孩子都带坏了 结果我看着电视上 那些孩子就哭啊 觉得很委屈 说你们这些居民 怎么这么不理解我们 不给我们机会 就是这个问题 青少年这个 这个我要小小纠正文涛 我不是 以免人家误会我 一看孩子上厕所 就以为他们吸毒 我意思是说 我一看小孩上厕所 超过十分钟 我就会问一下 你是悲逆还是吸毒 我们是有十分钟的标准的 没有那么严格 一上厕所就看他 没有没有这种 我也觉得就是说 这个其实提出来一个 就是说现代的父母 跟孩子们的沟通 其实是蛮悲哀的 太悲哀了 那其实我刚刚 你刚刚讲的梅窝的事情 我反而觉得 梅窝这个事情发生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我觉得看到居民 跟这些孩子们 真正有了正面的一个沟通了 不管大家刚开始是 很多的误解 或者他们认为 这孩子们是不好的 负面的 可是现在也出了很多 关于这孩子们 已经戒毒以后的好的东西 甚至有很多小朋友写信说 这些学校 这些学校里的大哥哥们 教他们怎么去 去做很多 这个在电脑上的功课 或者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沟通 这些都是过程 那这甚至于 我觉得父母之间 跟孩子们的沟通的过程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说 刚刚你讲的 就是嘉惠讲到 就是说 你说孩子们 说他们上网很快乐 我们要求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并不在意 什么什么什么 外面的成就感 这个是他们在十几岁的 可能在25岁都这样讲 28岁这样讲 30岁的时候 他就不这样讲了 他会知道 那个时候生活的问题吗 他当然会 他就会告诉你 怎么办 已经太迟了 当那个时候 太迟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东西 是我比较看到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稍微看远一点 如果你说 你只是看到现代式 我们完全知道说 这是一个整个的改变 就是说 网络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它是一个不能避免的事实 可在这个中间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让孩子们去找到一个自我价值 你的自我的价值是什么东西 你将来要真的是怎么样去生存 这不算是传统老派的观点 这不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都讲 可能我们以前老派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要去为自己打变一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怎么怎么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需要我们怎么怎么 我们去怎么样 我们为我们的家庭做什么事情 那现在我们的家庭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结婚了 对家庭解体了 那你就是为你自己了 那你为你自己 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为自己负责任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有些就叫什么迷失 因为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像吸毒的这种 它慢慢的就那么 就滑下去了 你比如说 我就讲到一些现象 曾经前一阵有个很著名的案子 叫做在贵州 有个叫洗水的地方 叫做所谓的官员嫖宿幼女案 很多女小学生 女中学生 就被同班的同学 拉去就去卖淫 嫖娼 好 可是现在更深一步的调查 那个地方 青少年里头是毒品问题上行 他很多时候 他要吸毒 然后任大哥 有帮派 然后这一帮团伙 拉拉拉去 而且现在还有些人就发现 有些家长就发现 说你说他 现在人说跟未成年人嫖 你就是强奸 可是有些家长很难理解 说过那个女儿 他跟这个男人睡了觉 开始还哭 后来那男人给了他八百块钱 他高高兴兴的 买了很好的包 回去跟同班女同学 还讲 说这很好 跟他睡觉 很容易 日本也曾经很大的一个意义 原交 这很大的意义 就是现代人 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欲望 这个东西 现在就是太多太多的欲望的这种吸引 上你刚刚讲说 我刚刚就听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 就是说你说孩子们很懂得吃 真的 他们很懂得吃 很懂得穿 可那些都是不要钱 那都是要钱的嘛 那那个钱从哪来呢 我或许我非常的不幸 我认识的青年人都很懂得吃 不一定有钱 他们那个懂得吃 要懂得从便宜的 不贵的东西里面找吃的 他们而且对吃的知识 非常能够掌握 因为也网络了嘛 所谓知识 不一定是文化历史的知识 消费的 消费的 玩乐的知识 对那些知识 他们非常能够掌握 我觉得他们那个成为一个 那个完全要注重他们生活里面 不可以没有的那个东西 当然整个世界的确是改变了 我倒是希望说 就像你所说的30岁之后 他们又会觉得说 太晚了 我又要回到 回到那个现实生活的打拼 可是说因为啊 包括每一个部分的改变 包括我们对于什么 叫做毒品这种改变 现在很多毒品 不叫毒品嘛 就药嘛 我们叫烂药 泛滥 滥用这个药 所以对他们来说 第一个 对他们那个毒品的概念已经改变 第二个 不要忘记 那种毒品的来源 是大大的方便 还有便宜 以前我们心中想着说 吸毒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现在是烂药 而且那个药是五手不在 50块 30块 都可以买得到 整个世界是这样 让你能够接触得到 老鼠药 有的是抠那个强 强灰混 混在里面 可是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 说难道说 以现在的资讯来讲 这些孩子们不知道 这些药的下果是什么吗 后果是什么 不可能的吧 他要嗨啊 所以就说 这个资讯是不是不在那里 是在那里 是他 可是他就是要嗨 他为什么要嗨呢 嗨了 他是嗨了 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要嗨 其实你提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要快感 咱们说到最根本上 每个人活着 就是为快感 但是嗨什么不一样 比如有的人可能就是嗨酒 不是酒鬼 像你可能就是嗨电影 嗨戏剧 这事让你觉得很嗨 可是你比如对于很多中学生 就在香港的中学生来说 他这个索K 他就嗨 他只有快 像有些人喜欢做爱 那么做爱也是嗨 不都是为了一个快感 在这个快感和快感 没错 青少年 就是他完全正确 就会问这种问题 因为跟青少年聊过 他就倒过来问你说 你们成人人整天去上班 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也是一种嗨 你会快乐 你为什么要追求那么多钱 为什么要追求收视率 为什么要打败陈文倩 你早就打败 也是戏毒 也是一样 最主要是说刚才张爱佳提到一个 他们有没有知道那个代价 代价有多高 就像我说 一般是说现在越来越流行说烂药 大家不知道 以为说那个这是药品 而不是毒品 所以说他们分不清楚那个代价会有多高 而且是非常的方便 我刚才提到说 不管是生产那个药 还是流通那个药 非常流通嘛 因为现在有了手机 有了手机这个东西啊 帮派啊 完全很方便把那个毒品 有人称为药品 完全流通到学校 disco 完全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把它卖出来 所以他们容易得到这个快感 他们没有知道这个代价 很多不知道的 我告诉你举个例子 香港最近啊 针对这个问题呢 做了比较新的广告 他发现以前的教育短片 就说青少年你不要吸毒 不要滥药 因为会死 他觉得没有效果 为什么呢 年轻人就说 死就死吧 人总会死啊 没死还跳楼呢 对啊 还会死 他不怕 现在呢 政府呢 香港政府弄了一个新的教育短片 效果非常好 那个短片是说 年轻人滥药之后呢 很多不方便 比方说你坐公车啊 每十分钟又赶着下车尿尿 你控制不了你的生理状况 后来调查发现年轻人很怕 哎呀 原来这种代价是这么严重 我不能有正常的卸交生活等等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个代价以后呢 可能就比较有主 主 恐吓作用 主受作用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 一个想法 就是讲法 就我不想你们认不认同 就是我觉得当他觉得 我很high的时候啊 你要知道给他 他给你的快感是什么 那快感就是 你对自我的感觉很好 嗯 对 OK 你当你对自我感觉很好的时候 你敢做很多事情 你的胆子变很大 或你 你很 你很放松 你很放心 对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那东西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刹那 你是很假象的 对你自己很有 你很成 你肯定你自己 幻象 你有自信心 嗯 所以这个就是年轻人少的东西嘛 他就在 他就找 他平常真实生活中 他找不到 别人的认同 他找不到自我的认可 他找不到太多这些东西 所以他在high的时候 就像我们讲以前很多人 high了以后去唱歌 觉得自己唱太棒了 没错 没错 就第二天录出来的声音 不是耶 一点不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想找对自己好感 好感 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为什么就是孩子们会觉得自我感觉那么不良好 跟你们这些成年人在一起聊 对吧 为什么那么不 我是见过就是说 现在这个年轻人 甚至说二十几岁 八年后的 跟自己这个父母亲的这个 这个沟通啊 哎 我有时候觉得这父母亲我也挺奇怪 就是你们已经完全没法聊了 他变成只能给你撒谎了 为什么 因为说真话 你接受吗 你根本不接受关于他任何的真实的情况 这个孩子不管说我要做什么 父母亲就否定 否定 因为父母亲是把自己的那一套 对 我要你做科学家 我要你去哈佛 我要你去 你只要有这个不跟我一样的东西 我有时候觉得父母到底是为了他自己 还是为了孩子 也不是 我觉得父母都是还是来出自一个爱情 当然我这次做妈妈了 没错 我是完全同意你 你请说 他真的是出于爱心 而且总是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呢 能够把自己的经验 早点跟你讲 你不要吃那么多苦 你少吃点苦 少走点冤枉路 就老是以这种心情去做 可是最近我也看了一个人 送了一篇东西 告诉我说 告诉你 父母呢 应该关心 不要担心 你担心担心 把孩子们的福气都担掉了 你知道 你只要关心他 然后一直跟他说好话 就是你帮助他去找到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对 然后去说 哎呀你这个真好 你这个真好 你永远在赞美他的时候 他自我的良好的感觉就出现了 嗯 那他就往那方面去发展了 嗯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想孩子们在寻找的 就是认同 没错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得你让他感觉良好起来 你说你看一个东西 我还看一个罗素的这东西 他就认为啊 这个只要成年了 那么年轻人和父母 对吧 都应该尊重选择 甚至是说孩子有犯错误的权利 就比如说他要演舞台剧 OK 你知道他没有天赋 但是何方让他去演呢 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 他没有这个天赋的嘛 是 那么他同行会告诉他 有别的路好走 自我感觉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嘉辉博士女儿16岁 嗯 这做老豆的啊 嗯 就父亲的 我没有对 对那个女儿的 总是都关心她的健康 关心她的学业嘛 嗯 然后当然也关心她交男朋友的事情 很多人问我 以后女儿交男朋友会不会说 你会吃醋 会担心等等 我说这个可能会吧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的 反而是会觉得 只要她开始谈恋爱 我会替她开心高兴 真的吗 对真的 我觉得说爱情我们是过来人 知道是多么美妙的感觉 哦 那我看到那小孩啊成长 从12岁开始上中学嘛 每天面对那种烂课本 又考试读书 整个青春的生命 基本上是受苦 两个字啊 假如能够开始谈恋爱 踏上恋爱这种关系里面 我觉得我其实是蛮开心的 我反而是说 我想说一个经验 因为刚才讲到说什么给小孩选择那些 我说这些道理我都懂 这等于说最近我上网写文章 还批评一下说 好像说政府说要 希望说大家装一种软件 能够过滤什么不良资讯 对对对 黄色网站的那些资讯 对对对 我还写文章批评 这样不好吧 好像很容易把一些好的资讯也过滤了 批评了一下 批评完了以后一写完文章 我下来第一件事情问问我老婆 要不要装一个 在哪里买一个 赶快装起来 对对 那就很难了 那找失的关系 假如说我听你 假如今天你来抱怨你 跟你儿子的什么冲突 我一定可以给你非常客观理性的 但是轮到自己 是不是正不一样 那你这妈妈 你的儿子你担心吗 当然担心 我觉得那个担心是一辈子的事情 可是我还假装不担心 必须要假装就不担心的样子吗 不 我现在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已经到了这种 我们讲成人了 十八九岁以后 我就只能 以一个朋友 我就希望他能够帮我当一个朋友 这是我最希望 就是我担心他不把我当朋友 我只能跟他讲 就是说 你今天你既然不喜欢什么的话 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最喜欢什么 你如果什么 你不爱念书的话 没有关系 那你爱什么呢 你要清楚你要什么东西 爱什么 那你就要把那些事情做好 或者是 你就说 那我就甘愿 我很心甘情愿做一个很普通的 或者过一个非常普通的生活 那也可以 那你就不要去说 哎呀 我想去买一个Porsche跑车 我想去什么东西 那就是每一个人要清楚 如果你发现 他现在成了一个24小时的这种网瘾 上网 网打游戏的 这样的一个男孩子 你怎么办呢 其实 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很喜欢上网 都会很风靡 就玩游戏 我只能常常会剪一些 报尔上的一些 谁谁在网里面打打就死掉了 哈哈哈哈 眼带小的亮 我就 我就常常会寄给他看一些 这个东西的好跟不好 你知道 我现在好 好处他已经知道了 不好之处 我只能给他看说 所有东西都是有两个两面的嘛 那你就要多知道 这些东西的好跟不好嘛 那我就常记这些东西给他 我不管了 反正他会骂我 他就说 你不要老剪这些东西 奇怪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 我就剪 恐吓 恐吓 不是恐吓了 这东西就真的是 你就让他看到嘛 我怕的就是有的时候 孩子们看不到 难道他不知道吗 你说你小孩这么大 你要意识到一种情况 就像你刚才说的吸毒 他有一种成瘾情况 现在这个网瘾 不是也定为某种精神疾病吗 就一天超过六小时 不能自控 你知道我在 看着山东 现在出来一个医院 我不知道这种医疗方法 有争议 挺可怕的 他是拿一种电极 就说这个孩子 比如父母亲 把这女儿嫁了 说这女儿不行了 就打这个网络游戏 打他爸爸 砸他爸爸 然后这个方法就是说 用一种一到五毫安的电极 沾了水 在你的太阳穴两边 这个医生说 就非常短的 擦擦 他们说这治疗的过程 这个医生 这女孩在挣扎 医生就拿着电极 就说 你是不是一直玩网游 你是不是还打爸爸 每一次这女孩 惊吓一下 惊吓一下 抵抗的程度弱下来 弱下来 然后这个医生说 好 现在我要你拥抱你的爸爸 女孩抱了一下 医生说 拥抱的不够热情 你要认真的拥抱他 然后紧紧的拥抱 这个医生说 这个东西倒不是为了什么 他就说会产生 轻微的痛 麻痛 他说是为了 让这个孩子 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 注意我对他说什么 就因为到他那里 去治的这个孩子 已经到了这个喝腹打母的 这种完全不可交流 所以有人说 其实什么爱情 什么网瘾 包括这个药品 他在生化机制上来讲 是同样的一种成瘾的机灵 真到了那种程度 因为有日本专家研究过 那个打电子游戏 不断重复 戏击你大老婆一个区域 那久了以后你会怎么样 控制不了你的情绪 完全戏去的控制 所以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